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手要讓人周弦周某人 現在來跟各位談一談 關於這個誠信的問題 信仰的問題 我講一個經典的 倫理 倫理夠經典吧 演練篇裡面有講 有寫到一段話 子供 這個孔子的學生 得意的門主問他 政治 為政治道 那孔子就回他說 足食 足兵 明信之矣 足食就充足糧食 然後第二個 充足軍備 這個沒有軍備也不行了 內修文德外之無備 對不對 安登明對這個政 這樣就有信心了 這三個很重要 那子供就會問他 如果不得已 只要棄掉一項的話 那這三者 何者先棄掉 這個孔子就跟他講 兵備 兵備棄掉 兵備比較不重要 阿子供再問 如果再不得已 剩下這兩個 現在剩下 兵備已經棄掉了 剩下足夠的糧食 還有 就是信用 對的命要有信用 這兩件事 那你覺得應該 棄掉哪一個呢 那那個孔子說 如果不得已的話 那就 把那個 糧食棄掉吧 然後孔子又講 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利 從古到現在呢 大家都會死 對不對 沒有糧食 只不過是二十而已 但是如果 人民對政府沒有信心 政府沒有信用的話 那國家不能成立 一定敗亡 所以這個誠信的原則 非常重要 誠信 不能蘇集祭 這是很重要的 給一陣子一個參考 有一些人就是沒有信用 然後在那邊煙熬 阿這個一定拜王的嘛 對不對 拜王 阿如果不會拜王的話 不會說馬上 完全拜王 還在那邊苟延參觀 那至少就是 慢慢的變成泡沫化 到最後一定會滅亡的 這是一定的 使我讓人在此 以各位共同思所知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敬生愉快